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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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我们每一个礼拜宣告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我们教会的特色 当我们愿意举起神的话 来宣告的时候 就如同我们宣告的成为这样的人 我们成为一个极其有力量 有影响力的人 今天有个美好的题目 叫做活着为要做见证 牧师在这一季的当中 要我们不断的传讲扩张你的属灵生命 不知道你这一个季节 今天已经到最后了三月底了 你的属灵生命有被扩张吗 牧师就是要我朝一个方向 就是要成为一个做见证的儿女 做见证属神的儿女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 在上帝的里面我们如何可以天天活着 为上帝来做见证 我们来读一段神的话 西伯来书的第十章 西伯来书的第十章 三十二到三十六节 好 烦到以后我们就一起同声来读 预备 请 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 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 一面被毁谤 招患难 成了戏警 叫众人观看 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 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 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 也甘心忍受 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 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 你们必须忍耐 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 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 这边说你们要忍耐 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 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 我们再一次一起低头来祷告 上帝谢谢你 主要让我们在你的里面 今天早上在你的话语中 我们可以大大来领受你 主要让我们在你的里面 真的是常常存心的忍耐 主要要完成你所托付我们的使命 愿今天早上让我们的心 都像神的话敞开 让我们在你的里面 让我们说的听的都同盟益处 谢谢主带领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活这位要做见证是 其实是2007年我们 活把教会创造 创作的第一 算前面专辑里面 有个叫奇迹专辑里面的一首诗歌 是我们的文革华教会的 爵兵牧师所创造的 创作的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出来开拓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要录这个MV 今天因为现音 所以我们要看很小一段 我们不会全部看完 我有请童工帮我们准备 所以我们放一小段 大概不到两分钟 我们就会把它切掉好吗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当牧师告诉我说 我们要做的信 分享的信息叫做见证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这首诗歌 然后当我这礼拜 在预备信息的时候 我在捷运上 我就觉得我想要再来 回顾一下我们的MV 就我在捷运上看着我们的MV 我就眼光泛红了 为什么泛红 是因为我想到 原来当初 我就看这每一个人 我就想到当初我们的生命 然后当初我们有多么的 软弱跟不配 或者是 在我们的情况当中 是有多么不容易 但是神鼓励我们 就是让我们可以在 每一天的生命当中 为主来做见证 我真的记得 当刚开始开拓的时候 我们童工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然后我们每个人 什么事情都要做 可能每个礼拜 我们来教会 我们可能有一群弟兄 他们就是每个礼拜 都要一直搬运 我们有人每个礼拜 都要一直当招待 我们有人每个礼拜 要一直不断的邀心朋友 因为我们渴望 我们的聚会 是可以不断成长突破 我们渴望神在我们的当中做行事 所以当我们心里有这样渴望 我们渴望为上帝来做见证的时候 神就把得救人不断加添给教会 常常有人问活法教会说 为什么你们可以在短短的这几年当中 一开始初期的时候 可以成长得这么快 每次牧师都教我们回答说 要说这是上帝的怜悯 是上帝的恩惠 是上帝帮助我们活法教会 有机会可以为主得着更多 更多时尚的灵魂 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 还有一个是 这是圣灵的工作 为什么教会可以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有人信主 不断的让我们可以在上帝里面做见证 是因为是圣灵的工作 是因为我们有一颗 愿意为主摆上的心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二节 他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 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 他是在讲希伯来的信徒 他们是因为什么 福音真理的缘故 为了福音真理的缘故 他们受逼迫 为了福音真理的缘故 他们受到极大的苦难 可是看似被摧毁 召唤难好像成为戏警 就是成为公开的笑柄 大家都觉得很想嬉笑他们 在众人面前被观看 可是他们仍然一面陪伴那些受苦难的人 因为为什么 因为神把这样勇敢的心 放在他们的里面 因为他们知道有一天 他们要甘心的去领受天上给他们的赏赐 所以我们要如何来学习 成为一个天天为上帝做见证的人 我觉得在见证的里面 我们永远不要放弃什么 第一个我们不要放弃在主里面勇敢的心 当你说你要成为一个做见证的人 你绝对要有一颗勇敢的心 当你没有勇敢的心 可能你没有办法去告诉旁边人说 你要不要跟我来教会 你没有办法在你的家庭中 为上帝来做见证 所以不要丢弃在主里面勇敢的心 希伯来书10章35节 我们一起来读来请 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纯匠的心必得大赏赐 他说不要丢弃勇敢的心 当你有勇敢心的时候必得大赏赐 所以这是上帝所给我们的使命跟权柄 就是在你的里面有一颗勇敢的心 我们说我的里面有勇敢的心 当我们有勇敢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宣讲真理了 当我们有勇敢的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福音出击了 当我们有勇敢心的时候 我们就不用怕在挫败 在错误 在挫折当中我们会沮丧了 因为我们有勇敢的心 我们的心就不会沉船了 有时候在走属神的道路当中 你会不会有挫折 会 你会不会觉得你自己好像 一直没有办法往上前进 你可能觉得你停滞了 或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了 但是上帝说什么 在他里面不要失去那个勇敢的心 上礼拜牧师在讲建堂有变化的时候 你的心还好吗 还好 大家都点头还好 要记得在上帝里面面对建堂 永远要有一颗勇敢的心 我们当我们同工听到消息的时候 我们都是什么 我们都是跟回应牧师说 牧师没有问题 我们相信上帝有最好的带领 我们相信上帝要赐给教会是最好的 上帝要为教会预备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都是什么 牧师他就说他非常以我们为他的喜乐 他说每一个同工给他的都是很好的回应 虽然我们可以一起来检讨 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 我们可以一起来预备 也一起为着下一阶段我们要寻找的 我们已经在寻找另外一个建堂的点 可是我们什么 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是不灰心的 我们是不沮丧的 我们愿意在上帝里面不放弃勇敢的心 因为相信当我们存这样的心的时候 必得大赏赐 所以在建堂的过程中 我们要一起有这勇敢的心 牧师上礼拜鼓励我们 要用喜乐的心来迎接我们的每一天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第一堂 因为Wonderland的关系 可能有些的家长 我也要鼓励做父母的 我自己也做父母 我们都要怎么样 在上帝的里面 我们要常常帮助我们的孩子有勇敢的心 怎么样帮助他们有勇敢的心 我们要先成为一个勇敢的人 因为他在看着我们 孩子在效法我们 在学习我们 在我们的话语中他在成长 所以我们陪伴孩子的过程中 有时候我们会很想要指出他的错误 或指出他的缺点 或指出他的软弱 我这礼拜四祷告后回家 其实已经很晚 我已经期待我回家的时候 大概已经十点半 我希望我的上国小女儿已经睡着了 可是他就很兴奋 因为他想要告诉我一件事情 他告诉我什么呢 他告诉我他今天数学考97分 所以他就在他床上被子银盖好 然后我就觉得他好像应该已经睡着 结果我只是进房间而已 他说妈妈你知道吗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我今天考数学 你猜我考几分 我说应该很棒吧 因为我看他的反应就是很好 他说我考97分 然后我说哇你真是太厉害了 然后就带着一个很满足的心 他说我要睡觉了 只是为了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 他今天在上帝的里面 他经历神的祝福 他考了97分 我就觉得有时候我们的回应是这样 当你的孩子告诉你说他考几分的时候 你会告诉他 你错哪一题 不是差一题就可以考100分 你怎么会错这一题呢 还是当你听到他跟你讲说 我考89分 他说你差一分就可以90分了 我不知道你的反应是什么 但我觉得我们一起学习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不是有时候指出错误不是不好 但是你不能天天指出错误 就是你要需要帮助他 你需要帮助他 告诉他怎么做会更好 告诉他不要只有单单说错误 不要单单只有纠正他 你要来鼓励他 要来帮助他 所以我们也要 我们做神的儿女也是 我们要常常在主的里面 从主得着鼓励 你是不是很渴望 从上帝的话得着鼓励 你是不是很渴望 从你的小主长 屈幕的生命当中 话语当中得着鼓励 我们都渴望 从主里面得着鼓励 那我们如何在主里面 得着鼓励 依靠神来建立信心呢 诗篇五十五篇第二节 我们来读一下 他说我们如何可以从主里得着鼓励 我们一起来读 你要把你的重担 谢给耶和华 他必扶养你 他永不叫义人动摇 彼得前书五章七节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 谢给神 因为他顾念你们 我们里面有重担吗 有忧愁吗 我发现有时候没有勇气的时候 有时候没有办法往前进的时候 是因为一个忧虑抓住了我们 是因为一个思想的意念抓住了我们 可是他说什么 你里面有重担吗 有忧虑吗 你要把这一切献给耶和华 因为耶和华鼓励了我们 上一周 不能说上一周 对上一周 我收到一个明节传道传来的 屈幕的简讯 他就讲到说有一个孩子 那我有先问过这个父母 他们愿意我在主日分享 我就很简单分享 但我不会讲很多 他从小出生 他就 就是被诊断 他得了一个罕见疾病 所以他这个罕见疾病 是他常常需要一直注射药物 而这个药物如果要致费 是非常贵的 是一般家庭没有办法负担的 所以他们一直都得到 美国药厂的供应的药物 所以是免费可以来使用 但就在 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然后台湾的代理商就告诉了这个爸妈说 美国那边要停止供应这个药物 那如果需要继续免费的话 需要透过我们的这个健保署 纳入健保才可以通过 但是目前他就告诉这个家庭说 但目前必须要告诉你们 目前卡关卡住了 就是这个药有可能不能通过 他们就很有压力 因为孩子需要常常注射这个药物 他需要用这个药物 所以他们就发出一个代导信 希望我们可以为这个孩子来祷告 就很感谢神 3月14号我还把它记下来 我们的民节区牧 他就传 牧者们晚安 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美好的见证 他说我们的代导 就是为这个孩子的代导 得到今天得到美好的回应 他说谢谢大家祷告 神也垂听 因为在耶利哥祷告会 我们也不断为这个孩子祷告 然后就说现在这个药物已经通过了 就是他可以免费的 继续的来使用这个药物 这对这个家庭是极大的恩典跟祝福 他们就说 我就说我想要分享他们的见证 他们就说 对他们很愿意 因为他们觉得什么 就是要为上帝来做见证 就是要为上帝分享 然后他们讲了 那个家长给我了一句话 我非常感动 他说这个孩子是我们家的祝福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思想 他说我的孩子是我们家 我们生命当中的喜乐跟祝福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 你要常常在主的里面去宣告 去改变 从朱利得到鼓励 得到安慰 得到帮助 你就可以起来为上帝做见证 第二个是你要重新改变你的观点 常常改变你的思想 改变你的观点 马太福音五章八节讲到什么 我们一起来读 来 清新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清新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诗篇七十三篇第一节请读 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新的人 清新是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在上帝的里面非常的专一 你就是专一 你的目标 你的眼光 你定义每天要做的事情 就是专注在神的里面 当你要为上帝来做见证的时候 这个清新的心是非常重要的 专注的心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让你的心成为基督种子 成长的那个土地 你的心要常常预备好 当神的福音在你的里面 不断的结出果子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更多的跟人去分享 你的心是专一的清新的 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祂的 新的清洁 新的纯净 就是说你的心里面 常常装的只有神 你想想看你的 现在你的心里面装的有什么 可能有很多你心里的计划 或你等一下中午要吃的是什么 你下午想要去哪里休息 你未来这个礼拜 你有什么生命家里的计划 这些不是不好 而是你的里面会不会有更多 今天下午有哪一个时段 要分别出来 我要来服侍神的儿女 我要来找一个姐妹 我要来关注她 我要来陪伴她 我要来帮助她 未来这个礼拜 我想想看 我要邀请谁来复活节 我要找她吃一个饭 我不要只有邀请她来复活节 我要跟她有面对面 亲密的时光 我跟她吃个饭 然后让她觉得 我真的很在乎她 我不只是邀她来教会聚会 我真的很在乎她 这是清新的人 她心里面想到不是只有自己 而是有神 当有神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他人的需要是什么 那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当你的心里面有一颗清洁的心 清新的心的时候 你就可以更多的被上帝来使用 如同一面镜子 镜子如果说就是神是太阳 然后我们是这面镜子 如果镜子要反射这个太阳光的时候 如果你镜子稍微偏了一下 你就发现光就不在你的里面 可是如果太阳是神 你一直向着这个太阳光的时候 你的镜子是会一直一直发出亮光的 所以你要让你的心不偏离 不偏离神的光 让神的光常常光照在你的里面 可能你会说 有时候我的生命真的有不容易的时候 我可以流泪吗 我可以伤心吗 我可以沮丧吗 上帝没有说不可以流泪 不可以伤心 不可以沮丧 但是上帝鼓励我们是什么 在伤痛的时候 我们的心仍然要朝向神 在伤痛的时候 我们仍然要学习来赞美主 在伤痛的时候 我们仍然学习把我们的眼光转向神 我记得上次 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 我讲到一个孩子叫米妮 其实她后来 因为身体的状况真的非常不好 她就被主接去了 她的母亲很不舍 传了一个讯息 说谢谢我们的祷告 但我的女儿还是被主接去了 但是很重要的是她受洗了 她属神了 她就说 因为我有了信仰 我知道有一天 我会与我的女儿再次相见 她说那个是不一样的盼望 今天如果我的女儿没有认识神 我失去了就是永远失去了 但今天因为她在 她在失去生命前 她受洗了 她得到了上帝永恒的祝福 所以有一天我知道 我会与我的女儿再次相见 虽然只是短暂的 我暂时可能好久没有办法看到她 但我知道有一天 我可以看到她 而且她现在在上帝那里好得无比 那是信仰所带给我们极大的祝福 是很不一样的 那是神的一个见证在我们的里面 就改变了我们的观点 第二个是什么呢 勇敢的心逼会带来赏赐 勇敢的心逼会带来赏赐 《沙姆尔记上》三十章第六节 《沙姆尔记上》三十章第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 这边讲到说大卫交集 因为什么 亚玛利人快要把军队给打败了 他快要被仇敌打败了 然后大卫心里交集 因为他觉得什么 好像百姓都要怪罪他 百姓都要用石头把他打死了 大卫在那个好像看似失去勇气 失去信心的里面 但是大卫怎么样 他没有责怪任何人 他又开始用诗歌来鼓励他自己 所以呢他不断的歌颂神的伟大 诗篇他如何歌颂神的伟大 诗篇34篇的一到四节 我们来看大卫 他如何在歌唱的当中 歌颂神的伟大 我们一起来读 我要时时的称颂耶和华 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 我的心并因耶和华夸耀 谦卑人听见了旧药喜乐 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 一同高举他的名 我曾寻求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 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 他说什么 你要时时的称颂耶和华 你的口有常常赞美神吗 赞美神的话 有常常在你口的里面吗 我的心并因耶和华夸耀 谦卑人听了旧药喜乐 因为我的口常常赞美神 夸耀神 所以人听了他的心就得喜乐 他说你们要跟我一起 称耶和华为大 而且要一起高举神的名 在你的口中 有常常高举上帝的名吗 你有在你的家中 高举上帝的名吗 我曾寻求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 你要来寻求神 神说他就应允你 而且他救你脱离一切的恐惧 大卫用歌唱赞美神的方式 是来鼓励他自己 虽然他觉得内心有软弱 虽然他觉得面对前面很多不知名 他会害怕 可是他觉得什么 他仍然愿意称赞耶和华为大 他仍然愿意来高举上帝的名字 他用神的话在歌颂他自己 在失败中 在挫败中 他不是只有自己隐藏起来 而是他学习开始来仰望神 他不是开始自怜 他开始主的里面带着勇敢的心来前进 所以今天早上我也要鼓励你 在上帝的里面 你面对苦难的时候 面对患难的时候 你要带着勇敢的心来前进 当我们在健康当中有变化的时候 我们带着勇敢的心来前进 下个礼拜是我们的复活节 我们在传福音的当中 可能你的朋友还没有回应你 你也不知道他到底要不要来 但是在这个礼拜 你可以每一天有一餐 为他进食祷告 带着勇敢的心继续来前进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在足的里面彼此的鼓励 更多在足的面前一起来经历神 一起来学习 我不知道你们没有看过 小朋友在踢足球 万人有些孩子 他们是在参加足球的训练 然后就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我就发现 其实你要参加这个足球训练 你要附上很多体能的代价体力 然后你要花很多时间去练习 然后他们就说常常要学那个射门 然后射门的时候教练就会给他们各种不同的方式 因为或者他们学员要互相练习 他们就要学习怎么样 守门员就要学习如何挡他的球 然后射门的人他就要学习如何可以 可以不要被守门员挡住 然后球可以射进去 然后我就说 哇所以你们每个礼拜都要花很多时间练习吗 他们说对 他们说如果要参加这个足球队呢 你就是要花很多时间来练习 然后呢可能他的脚上都会有很多 黑钞啊伤口 这是很正常的 然后所以他就说 可是他们很喜欢那个 好像竞赛的感觉 然后踢球踢进去的感觉 那我就问他说 你的教练会 在你踢球的时候 告诉你说怎么踢会更好吗 他说有时候教练会跟我们讲 但有时候教练叫我们自己想 他说要我们自己去揣摩那个感觉 因为有时候是球的变化是你没有办法用讲就可以懂的 所以呢他就说在这个练习的过程中 他发现了什么 有时候会失败 可是他说 丽营牧师你知道吗 在失败当中我都会告诉自己 我就会在他说 他在思想里面就看着他球要进去 球要进去 然后他说很特别 每次只要我想着我的球要进去的时候 我就下一个球我就进去了 我说对 这就是上帝喜欢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思想里要先看见 我们的思想里要先看见那个画面 然后呢 然后球就会进去 我相信打篮球的人也是 每次你想要射三分的时候 你不会想说 那个就是没有近框的那个画面在你的心里 你一定想说三分 然后我就偷 然后我就会 就会投进去 然后当你真的投进去的时候 就yes 我投进去了 就是非常开心 因为在思想里面 你已经看到你投进去了 而且当你真的投进去的时候 你的心里是非常非常喜乐的 在传福音见证神的过程中也是啊 你想要带一个人信主 然后你花了很多时间陪伴他 关心他 然后就在受洗的前一天 他告诉你说 我今天肠胃有点不舒服 我明天可以不要来吗 有时候牧羊人都会有这个经历 受洗前一天的晚上 你最怕接到 为什么这个明天受洗的人 现在打给我 我要接嘛 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打给我 然后接下来 喂 你还好吗 我不太好 你怎么了吗 我明天可以不要受洗吗 为什么你明天不想受洗呢 我觉得我身体不太舒服 我明天可以不要受洗吗 我们有时候牧羊童童童都会接到一些类似 或我出了什么状况 我明天可以不要受洗吗 看似快要到那个口了 然后突然这个人又怎么样 又有点摇动 觉得我可以不要吗 我们曾经有一个弟兄 真的是他 已经受洗当天 我跟杨牧师小姨牧师 冲到那个母会的外面抓住他 因为他就要逃离现场 他女朋友在旁边哭的都是鼻涕眼泪 很难过 他就觉得糟糕了 他男朋友好像今天没有要受洗 然后杨牧师就抓着这边 我扶着这边肩膀 然后小姨牧师扶着另外一边肩膀 我们就是要在那边怎么样 巩固他 然后告诉他说 我们可以上二楼去受洗了 然后他就一直 他说我现在就要离开 我今天没有办法受洗 然后我们就一直鼓励他 她不是一直鼓励他说 你今天就要受洗 你今天一定要受洗 然后我今天牧师每次讲到这 我都觉得那画面好玩 就是那女生很漂亮 然后跟牧师说 他的鼻涕就流到这边 就是他已经非常难过 因为他怕今天他男朋友不会受洗 他多么期望他男朋友可以受洗 但受洗了吗 受洗了吗 受洗了 那天我们就再次的把他带到楼上 然后就让他受洗 感谢主 我们给上帝一个掌声好吗 有时候是这样 其实在那个人信主的那口的时候 你要带着勇气 然后不断的鼓励他 帮助他 然后直到你看见 哇真的 这件事情在上帝里面成就了 就是不断的歌颂上帝 第二个是什么呢 你要相信今天的鼓励会成为明天的勇气 今天的鼓励会成为明天的勇气 勇敢的心会让你对环境有不一样的回应 《撒末尔记》上的三十章七到八节 跟三十章 对七节跟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大卫学习在主里鼓励自己 而耶和华也鼓励他说 你可以追 而且你追得上 而且都追得回来 以佛德是大卫祭司的服饰 那个服饰穿上以后 就象征着你在寻求神 你在祷告神 所以大卫呢 他寻求神的时候 他相信什么 上帝会帮助他 他寻求神 他就找回勇敢的心 神就鼓励他说 你可以追 而且你必会追得上 而且你救得回来 你也可以告诉你自己 我可以去做 而且我一定做得到 而且我一定可以完成 来我们一起来宣告 我可以去做 然后说我一定做得到 然后说我可以完成 我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但是你可以去做 而且你一定做得到 而且你一定可以完成 这个月我们的老师 因为我给他们一个挑战说 我们需要增加一些新的孩子到教会的里面 他们就想 他们就想说 他们要怎么样可以做外展 可以让更多的家庭孩子进入到教会 他们这个月就发出了两次的228福音行动 礼拜六早上 然后我有一次跟他们去 然后昨天也有一次 昨天没去 上次有去 我们就戴着那个很可爱的那个 庆身帽 然后呢就戴着气球 然后戴着铃鼓 戴着吉他 我们就到阿公园 我们去唱歌 我们去敲铃鼓 然后我们去欢迎所有的家庭 那有些人看到我们 他们就跑走了 然后有些孩子看到我们 他们就过来了 所以有两种不同 然后有些人他就会跑走 有些人就会过来 但是我们就是还碰到一个妈妈 她就说你们来太晚了 你们应该早点来 可是其实我们 我们大概是9点半预备 10点到11点 我们就在228公园 在那边唱诗歌 然后给他 跟他有些祝福 然后跟他有些对话 然后邀请他说 礼拜天可以来到教会 有免费的儿童的活动聚会 然后就欢迎他 我们做这件事情只是为了什么 可以更多的去接触人群 而且我们觉得做这件事情 要不要有勇气 我觉得要耶 因为整个公园里面 充满了各种不同的人 而且你觉得你 我40岁 我戴着这个沁身帽 你们觉得很可爱吗 我自己觉得是蛮唐突的 可是呢 我们就一群老师 戴着沁身帽 然后戴着那个铃骨啊 吉他 我觉得这要很大的勇气 然后我们就要走入人群 然后去接触家庭 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些人真的跑走 但有些人真的就是过来了 但过来的人 我们就可以跟他说 有机会传福音给他 这就是什么 见证神 见证神要有勇气 而且当你在鼓励的里面 你就不会害怕往前 最后一个 你要忍耐 在忍耐中 你可以完成神的应许 做见证 跟人分享神的福音 要不要很久的忍耐 要有时候在陪伴一个人的过程中 那个忍耐 你可能在跟他传扬福音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 我要一直跟他对话 我要一直花很多的心思 去听他可能一直重复他的问题 或者他一直重复他的经历 在这忍耐的当中 陪伴的当中 去完成上帝的应许 使徒行传的一章六到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 他们聚集的时候 问耶稣说 主啊 你复兴以色列国 就在这时候吗 耶稣对他们说 复平着自己的权柄 锁定的日期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做我的见证 所以我们要为上帝做见证 做见证是每一个神的儿女 我们都受洗了吗 已经受洗了 弟兄姐妹请举手 非常非常多人 好手放下 所以我们有个 神给我们 托付我们 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 我们要为上帝做见证 所以今天这一篇信息 是为每一个举手的 弟兄姐妹预备的 我们要为上帝做见证 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可以来述说神的作为呢 但在耶稣还没有来之前 我们可不可以把神的福音 传遍出去呢 这是神渴望祂儿女 为他所做的 有一个宣教士 从加拿大来到了甘肃 就是中国的甘肃 他叫做李春雷牧师 他1985年出生 所以他就得着了一个意象 他说他想要去中国宣教 所以1909年 他毕业在多伦多的圣经学院 他就进入中国了 他结婚 带着他的妻子 1911年 他就来到了中国宣教 如果你想要更多认识他 你可以上网再看他的故事 我就很简单讲 可是在中国里面 你知道在中国宣教当中 一定会受到很多的围攻 一定会受到很多的驱赶 然后可是因为他一直觉得 神呼召他 要完成宣教的使命 所以他就不断的忍耐 他不退缩 甚至他在中国还生了三个孩子 所以呢 在1920年的时候 那时候12月 甘肃就发生了大饥荒 后来又发生了大地震 所以他就觉得 他需要进入到灾区的里面 可是他又觉得 他的孩子如果跟着他 会非常非常辛苦 所以他就决定 把他的孩子安置在学校里面 所以1928年 他就用八年的时间陪伴 然后安置他的孩子 然后他决定 他还是要进入到 最偏远 最辛苦的环境当中 所以他就跟他的妻子 把孩子安顿好以后就带着妻子 一起进入到那个 最辛苦不容易的环境中 结果就在一年的里面 28年进去 1929年 他就得了这个伤寒 就过世了 过世以后呢 没有想到他 他后来在当地的人就有传闻 就说他这个爱啊 这个李春雷牧师 对这些百姓的爱 是一种正不垮的爱 就是好像在患难中 在苦难中 在急难中 他们其实肤色都不一样 他是外国人 虽然他取了这个李春雷的名字 是中国的名字 可是他为了接触百姓 可是什么 他的肤色跟他们就是不一样 而这些百姓就是因为这样 就觉得他对他们的爱是很真实的 因为不一样的肤色 可是他愿意活在他们的中间 这样他们的话语 然后来见证神的生命 这就是什么 忍耐去完成神所托福的应许 因为有圣灵帮助他 所以圣灵必使我们得着能力 圣灵必使我们得着能力 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一节 说什么呢 我们来一起读 祷告完了 聚会的地方震动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放胆讲论神的道 他说祷告完了 聚会的地方就震动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 放胆讲论神的道 圣灵会给我们能力去传扬福音 昨天有将近三十位的弟兄姐妹 到了狱里 他们去做什么 我刚刚问了一下师母 他们除了帮这些狱里的四十个家庭 煮了一顿很美好的午餐以外 他们陪孩子有一些活动 他们带年轻人有一些打球 然后他们还会把他们理发 然后去跟他们接触有一天的时间 我们这些弟兄姐妹 他们是还要自己付费 他们不是教会帮他们出钱说 那你们去 这三十位弟兄姐妹 他要自己付住宿费 付车费 我记得是两千多块 就是要付上 是有点重的代价 大家说有点重的代价 但是他们愿意怎么样 不但付费他们还去服事 所以我们给那个 我不知道有没有在我们当中 有去玉里的童工吗 好 这一堂 只有师母 好 那我们还是给玉里的童工 一个掌声 可能他们参加毕业堂 我不知道 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以他们为 或把教会的喜乐跟荣耀 其实昨天礼拜五傍晚 他们就在这边集合的时候 从下午开始就看到很多人 在外面集合 他们就在预备 他们要准备去玉里服事 有各个不同年龄层 有弟兄有姐妹 但是非常的感动 就是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去见证神 我觉得那是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给我们能力 我们就不在意说 今天我们去服事 可是我们还要负担 可能 两千多块的费用 我们还要付上代价 然后去到那里 可是是因为圣灵的感动 在他们的里面 所以他们愿意这样子做 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你要活出神的呼召跟见证 使徒行传的二十六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 我们如何活出葬神 在我们生命要能呼召跟见证呢 请大家一起来读 请 这边保罗他就说到 他为什么可以如此做见证 他说不是因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他只有一件事是什么呢 菲利比书的三章七到十节 来我们读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 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不但如此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赤宝 我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粪土 为要得着基督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 不是有自己的英语法而得的义 乃是有信基督的义 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 使我认识基督 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 效法他的死 他说什么 我们可以把这一切拥有的 都当作有损的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以认识耶稣基督 为我们生命的宝贝 质保 质保就是你放在你手上 你很珍贵的 是认识耶稣基督 而且他说 你已经为了耶稣基督 你可以 因为 已经为了耶稣基督 你为了得着耶稣 把这一切你所在意的 都当作是粪土了 耶稣为我们舍下一切 我们可以为神摆上什么吗 你可以为神更多的 丢下你所喜好的献上给神吗 三章的 菲律比书三章十三十四节 我们最后来读 来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 永远不要觉得 已经满足了 已经够了 已经足够了 上帝说什么 只有一件事 常常忘记背后 今天的成功 明天把它忘记 是为了什么 你要追求更多 在上帝面前 一直要朝着标杆的 往前直跑 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面 从上面招我们来得的奖赏 神在你的心里面 有给你一个计划吗 有渴望 你为他摆上什么更多吗 下礼拜就是复活节 可能这个礼拜 你有很多的邀约 然后你有 发很多的邀请卡 我不清楚 但是 至少不要一个人来吧 来告诉你旁边说 我不要一个人来 至少带一个朋友来 把这美好的福音 分享出去 最重要是 你需要花时间 为他的生命祷告 你就想你自己 当初信主的时候 有没有人陪伴你呢 有没有人在当中关心你呢 那时候关心我 国中的时候 关心我是一个 就是全职呼召的一个姐姐 她现在已经是 某个教会的牧师了 她花很多时间在我身上 她陪伴我 带领我 然后跟我聊天 然后常常为我祷告 然后带我认识上帝 所以其实我觉得 在我们生命里面 一定有这样的一个人 在帮助你 而今天复活节要到了 你要想到 你要如何成为别人的祝福 你要如何活出上帝给你的见证 渴望神更多激励的心 在我们的里面 阿们 阿们 所以我们一起 从座位上起立 我们要一起来唱一首 复活的诗歌我们就要一起来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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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圣灵我们赞美你 主要为这奉活节 我们所有邀约的活动 我们来祷告 所有邀约的行动 我们来祷告 为我们所有邀约的新朋友 我们来祷告 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 主要让他们都可以 来到教会的里面 圣灵谢谢你 相信你的得生的恩魁 要与我们的家人同在 与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同在 圣灵我们赞美你 帮助我们在上帝的里面 主要我们可以常常来 经历到你的得生 常常来经历到你的荣耀 常常来经到祢的改变 耶稣感谢祢 让我们可以丢弃万事看错分土 为了得着耶稣基督 圣灵祢来帮助我们 主要真的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是向着标杆直跑 耶稣我们感谢祢 赞美祢 谢谢耶稣 赞美主 耶稣我们感谢祢 今天中午的时候 我们来主日我们向祢来祷告 圣灵谢谢祢 我们为下礼拜的复活节向祢来祷告 主要祝福我们所邀约的每一个朋友 他们都可以来到复活节聚会的当中 他们的心都可以来归向神 他们可以来认识神 他们可以来经历这个生命的美好的改变 神奇妙的工作 要在我们每一个新朋友的身上 在我们复活节聚会的当中 耶稣我们也向祢来祷告 让今天每一个来聚会的弟兄姐妹 他们在上帝的里面 可以得着那个活出生命见证的能力 主要让他们每一天都要为祢来做见证 主要每一天他们都要想到 他们要向着标杆直跑 每一天他们都想到 他们要成为清新的人 每一天他们要想到 他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每一天想到他们把万事看作奋土 耶稣我们感谢祢 因为祢已经使我们得胜在祢的里面 谢谢耶稣赞美耶稣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一起 阿们感谢主 哈利路亚 我们就一起低头来领受上帝的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交通与保守 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 也与我们所爱的家人同在 也与杨牧师以及他们服侍的团队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感谢主